六位斋里 伙计都已经忙不过来了 店里等了好些个 要买东西的客人 送臣进去之后 都只能站在最后面 等着前面的人买完 才能继续往里走 香巴朗 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为什么不能在这里 难不成这上京城 还是你家的 小香姐 你认识他 这样的香巴朗 我一点都不想认识 但是他就是我之前 跟你们说的那个 在重云镇上 三番两次得罪小姐的那个人 这种人 竟然也敢来上京城 你说这话 我怎么这么不爱听啊 你怕真的是年纪大了 忘了之前那些事情 是怎么发生的 每一次好像都是 你们没有道理吧 送臣一脸云淡风轻地 看着他 眼底有种说不出的蔑视 他虽然现在在一个 完全陌生的地方 甚至这里还是别人的主场 可是他一点都不担心 自己会惹上麻烦 大不了他还是以报制报 果然 小香听宋臣这样一说 脸色就变了 小莲姐 你先进去帮小姐买东西 我回去找夫人 小莲明白他说的 回去找夫人 是什么意思 点点头 就让他快去了 宋臣更是明白 这是回去找人了 他还真是没想到 逛街都能逛出 不一样的情节来 索性 他又留下来排队了 小香去得快 来得也很快 这次过来的时候 身边多了好几个人 一看就是恋家子 跟之前那些 三脚猫的车夫不一样 小香带着这些人 来到六位斋 你们先在外面等我一下 谁都知道 六位斋是苏承向家公子的店 再给他几个胆子 他也是不敢在这里闹事的 他先进去问问小莲 人去哪了 谁知道 他一走进六位斋 就看到宋臣 站在小莲的前面 还在排队 宋臣 你 你好样的 小香丢下这句话 给小莲使了个眼色 就出去了 门外 苏泽的轿子刚到 从轿子上下来 苏泽就注意到了 外面站着的那几个 护院模样的人 当下他的脸色就不好看了 这是谁家的护院 马上带走 苏公子 实在是不好意思 这些是我于府的护院 我们有些事情要办 幸亏这边想起了我家小姐 要买点心的事 就只能把人带过来了 往后记住了 我六位斋门口不需要护院 不管谁家的 都不许出现在这里 这次我给于大人一个面子 如果还要有下次的话 不好意思 我六位斋不做你们于府的生意了 虽然不计较 但是也还要敲打的 本以为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 却不料 宋臣掐着点儿 从六位斋里走了出来 一边走一边鼓掌 苏公子 你们苏家在上京城的地位 想必是比不过于府吧 苏泽没想到 会在上京看到宋臣 惊喜不已 宋姑娘 你怎么在这里 趁着过年这段时间有空 出来看看上京城是什么样的 您要是有时间的话 真是应该多出去走走 我之前六位斋门开一家新店 我都会去那个地方看一眼 时间足够的话 还会住上一段时间